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金 歡迎收看大牙小廚房 今天呢 我們要來做的是一道家常菜 就是馬鈴薯燉肉 那今天怎麼想挑戰家常菜呢 就是大牙小廚房嘛 你們知道 馬鈴薯燉肉不外乎就是放些豬肉啦 或是五花肉這種 阿金我呢 想要把所有的肉類全部拿進去燉 因為我想要所有肉都吃得到 我想要馬鈴薯燉肉不單單只是燉一種肉 這麼簡單而已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做馬鈴薯燉肉大肉全餐 首先呢 我要介紹我們的食材有 童魚片 國珊小豬里肌 機里肌 去皮五花肉 牛肋條 跟香菇帕丸 最重要二的食材就是 紅蘿蔔 馬鈴薯 那我們先做簡簡單的 紅蘿蔔馬鈴薯燉皮洗乾淨的動作吧 對 Action 假裝的 那我們呢 就來料理我們的食材 首先呢 馬鈴薯要切塊 紅蘿蔔也是 好 那我們的紅蘿蔔跟馬鈴薯切完之後呢 因為紅蘿蔔比較難熟 想要把它煮得入味一點 所以我們先把紅蘿蔔放到滾水裡面煮一下 然後馬鈴薯我們先放在旁邊被子 好 上盤洗一下 然後來醃製我們所有的肉品 都要切成一口可以吃到的大小 然後把這些牛肉條放到這個碗裡面 稍微醃一下 OK 再來處理我們的五花豬肉 一樣 五花肉抓起來 放進去 稍微一下下 好 雞肉一樣切塊 好 再來是鯛魚 我們就切著簡單的 待會可以滷著吃 待會可以燉的程度就可以了 好 這樣子呢我們所有的肉類都完成了 把我們剛剛煮的紅蘿蔔撈起來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剛剛煮過的湯啊 這是我自己的做法 我已經是正統的 但是 我的做法是這樣 首先呢 這麼大的量 所以我們把他四匙的醬油 四匙的米酒 一樣四匙的味醂 好 這就是我們的 我們到西底子 5個 4個 2個 5個 5個 4個 5個 10個 5個 15分 5個 鮪魚 下去煮之前我們要把縱丸也先丟進去 我們來炒其他的肉品吧 然後旁邊這個油膜我們要撈起來 那我們的鯛魚片呢就不用煎了 直接下去 把我們的雞肉 開煎 我們就 吸一下這個油 加進去 那我們就燉個15分鐘 看等下成果會怎麼樣 待會見 我們煮好了 來吧 試吃了 來啦 我們燉好了 洗鐵鍊材素 不要亂說話很難撿啊 這什麼東西 貢丸湯喔 不是 咖哩貢丸湯 不是 不然咧 這個是馬鈴薯燉各種各種肉 我現在這一鍋只看到紅蘿蘿蘿跟貢丸沒了 拿來個馬鈴薯 來囉 我先撈一些肉茄汁 喔這貢丸好吃耶 它味道怎麼樣 就貢丸了 所以這是馬鈴薯 喔 而且馬鈴薯很綿耶 我燉超久 我開橘就燉了 所以你開橘沒有石蘿蔥 我開橘沒有石蘿蔥 我開橘直接燉馬鈴薯 喔 現在趕快下載馬鈴薯戰士 然後人家真的就下載到沒有幹 根本就沒有 哈哈哈哈 這魚肉看起來不錯 可以耶 我剛剛吃一口牛肉 淡淡的 清香 蠻舒服的 但是沒有那麼入味 喔這魚肉好爽喔 這魚肉有點柴耶 這魚肉有點柴耶 而且你沒有用壓力鍋燉 所以也不會嫩 那我們應該要用壓力鍋 壓力鍋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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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力鍋哪有壓力鍋 壓力鍋 壓力鍋有時間的 那很大耶 下次用壓力鍋燉在燉棒 對 因為那個牛筋沒有爛 我剛剛突然噎死 我覺得有一個缺點就是 味道沒有到很重 你們吃過真正的馬鈴薯燉肉 是到底多濃郁 我覺得 這一鍋吃起來有點像 在吃火鍋 關東煮 對 蛤 這樣做來後 我覺得有點失敗耶 如果 你的題材是馬鈴薯燉肉的話 我覺得 可能是有點失敗喔 我覺得太稀了 我們不能失敗啊 誰可以接受我這樣失敗 誰可以 不是不是不是 我換壓力鍋再一次 好耶 我們還是要把壓力鍋做 不行 我跟你講 今日是今日病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今天的考試今天就要作弊 哈哈哈哈哈哈 那我們馬上要壓力鍋來作弊 對 我們就直接要壓力鍋來作弊 沒錯 好 倒進去 然後把醬油再補加進去 我覺得可以加個半瓶吧 半瓶嗎 差不多啦 你等一下 差不多啦 哈哈 這樣子可以嗎 小姐 超過的 然後這樣 我們的米酒都滾 我覺得那個豬肉還是有一個腥味 好 那我們用這個阿姨斯推薦的天然米酒 滾 滾 還有花椒粉 謝謝 謝謝 趕走 好 從頭開始的馬鈴薯控漏 好 10分鐘會見 10分鐘會見 OK 關火排氣 這大氣現在很大氣消了 跟女朋友一樣 不對 我沒有女朋友 我的女朋友就是VTOOB了 我也沒有女朋友 好鮮惑我還盡頭 好了 開開 欸 欸 欸 一樣 跟我們要變得好大顆 哈哈 味道變很濃郁咧 比較有鈍的感覺 好濃 太濃了 我去拿回我的碗 逛碗跟上次我們斷紅酒一樣 變大顆了 變花枝碗了 花枝碗 來我們來吃吃看 剛剛那個很軟的牛肉 到底會怎樣 好泰國喔 那個牛筋變很嫩 好好吃喔 我覺得 每一個人家裡都要有什麼 壓力鍋 胡子來 馬鈴薯燉全品醬的肉肉 喔 牛肉 哇 好爽喔 欸 好讚喔 好吃欸 你知道 馬鈴薯燉肉是我最愛的料理之一嗎 很下旦 這是雞肉吧 還豬肉 我剛覺得豬肉很難吃 因為沒入味 雞肉有點柴 哈哈 豬肉用材料變好嫩喔 豬肉好好吃喔 媽咧 先吃吃吃看豬肉 就是這個 就是馬鈴薯酸肉 所以基本上是成功了 菲姐鴨魚鍋就拯救這次的企劃了 那這個義大利鍋的連結呢 我們就放在下面的資訊欄中 那如果你真的覺得這個鍋子真的很棒 我們推薦的很好 我們下面有那個綠芥可以抖六 沒有啦 亂講 所以沒有 真的沒有啦 哇 相近啦 不錯 男人就是這樣啊 喜歡吃軟軟的東西 喜歡吃軟飯讚 我比較喜歡摸軟軟的東西 那我比較喜歡摸一點 想不到吧 好 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不要自己加我台階啦 好 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吃影片的話 記得按下訂閱好想 想去看肉棒點 如果接下來還想要燉什麼東西的話 我覺得剛剛小潔講的那個 水果 水果 用壓力過來燉 巧克力 小胸軟糖 沒有沒有 你要做的先跟我說 他的黑白會來 怎麼能不能吃到那個是骨色蒸蛋 讚耶 超好吃的 好 那最後不要忘記訂閱大小公司 所有人的頻道啊 那我們的自己頻道在這邊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吃飯囉